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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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動心 大家好玩 大家好 你們手有這張嗎? 有本領這張嗎? 我建議你們要有兩張 等一下如果沒有兩張要來這裡客 你們回去後可以把他們附備起來 大膽你們家一邊搭這樣 一邊搭這樣 現在朋友去你們家 你就看這個蓋水就好了 因為這是一種濃縮的簡介 你現在看一看對不對? 因為你這邊要清楚 來申請台灣人的新聞證 你如果把他搭一張這樣 算不太清楚 現在背面還有說明 你看 你就平常要看 然後他來的時候就可以蓋水 所以這是我們蓋好的DM 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個報紙已經四五遍很多遍了 你們有每一遍都流 你們有看到嗎? 你們如果可以 每一遍都流 因為我們每一遍的內容 沒什麼一樣 你可以收集 這將來每一分都在蓋好的蓋水 很濃縮 很濃縮 今天我的題目就是說 要怎麼讓你們更更了解 我們台灣民政府 要了解這個 你們先要知道說 台灣民政府是怎麼有這個單位 因為根據國際法戰爭法 美國他如果在海外佔領的國家 他一定要在當地成立一個平民政府 我們台灣剛開始的時候 是叫做台灣平民政府 要了美國就說 因為美國是美國軍事政府 對等下他就說 該做台灣民政府 我們現在的新聞政 為什麼什麼台灣政府呢? 因為美國是跟我們說 將來我們這張就是政績的 所以直接就把他蓋了 該做台灣政府、新聞政 但是我們現在的身份 因為我們還不會 台灣民政府還不會完全都正式執掌政權 所以我們對話說 我們就是台灣民政府 但是我們的新聞政就是台灣政府 到時間不用再改一遍 所以這個台灣民政府 他是美國軍事政府設的單位 很多人會問你說 台灣民政府是什麼黨派 我們都不是黨派 沒有什麼黨派 我們就是代表政府 人家問你就是說我們就是政府 所以政府他沒有黨派之分 所以這 因為美國他以前在菲律賓也好 波多黎克、關島 還有很多國家 他有這個選領的時候 他都一定在當地成立一個民政府 甚至在日本 日本那時候第二次直接大戰前 他也是帝王志 天宏 他沒有日本政府 那也是最後才成立 所以他那個日本政府 算是當時的民政府 日本民政府 所以你們要了解 每一個國家讓人選領 他一定有一個民政府 當地的 比如說 波多黎克、民政府 琉球、民政府 一定都這樣 我們台灣的地位 跟琉球、民政府 一樣 所以我們上次 四月我們有去琉球 去了解他整個過程 因為我們現在在走的 跟琉球類似 他現在走到哪裡 他現在走到 琉球回歸日本政府 但是當時美國簽領的時候 琉球呢 他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他現在回歸到日本政府 他還沒回到日本天皇 所以琉球的這個 他的路線 他的政治路線還沒有完成 他跟我們一樣 我們現在是在哪裡 我們現在就是在回歸日本天皇 跟他一樣 所以他現在就是說 如果要解決 日本琉球的問題 或是日本北方 以後有一個主導 現在也是韓國在占領 他要解決那個問題 一定要先解決我們台灣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美國 他跟秘書長說 我們要先把日本拉出來 拉出來先解決我們的問題 因為現在台灣這個國際地位 你們要了解 就是 逆襲米漸 這世紀 你就可以 你如果要跟人家說 你就用這世紀來說 什麼叫逆襲 因為你在清朝的時候 大清皇帝 他跟日本他們發生一個 這裡有戰爭 要如果清朝輸掉 他們下去簽一個馬關條約 這1895年 日本叫做下官條約 這裡面 大清大皇帝 他跟日本天皇簽 所以他們的對等關係 是什麼 大清大皇帝 跟這個 日本天皇簽下這個契約 馬關條約 把台灣澎湖附近三十六個獵島 永久割讓給日本天皇 他的這個對等關係 是什麼日本天皇 所以很多人他沒有了解 因為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帝國 他是帝王制 他不是政府 所以他們的對等就是 皇帝對天皇 所以他們簽的時候 那時候 是怎麼到現在 我們日本 台灣的娘頭是日本天皇 就是他們那時候簽的 現在他後 他後 要讓日本發動戰爭 大東亞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那時候 美國日本打的時候 日本輸嘛 輸之後 當然他們就簽契約了 那時候 他們簽一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個舊金山和平條約 美國在簽這個時候 他很怕 日本天皇再起來 所以舊金山和平條約 很多限制 要把這個 日本天皇的職位 限制住這樣 所以他不在改日本的憲法 沒有那時候 日本在台灣 他是實行民治憲法 但是 美國為了要把他限制 他改作和平憲法 要求 他這個平民政府要起來 就是現在的日本政府 所以他現在的日本政府 是有管理 他剛才把日本天皇限制住 就是說 你不能管理日本 當時他放棄台灣後 他回去 他就是放棄台灣的主權 全力 所有的一切 都放棄就對了 但是他回去的時候 他不說 要規返給誰了 他也不是說 要給中國 都不說 因為中國已經 永久高浪出來了 所以你日本 你如果不說 你要給誰 都不能接受就對了 他那時候就不說 要給誰嘛 但是是日本打贏 沒有 美國打贏 所以變成說 美國理所當然 他接受嘛 所以 為什麼美國會 尷尬台灣就是這樣 因為他就是打贏 所以他就接受這個台灣 但是他那時候打贏的時候 因為同盟國太多嘛 蔣介石 他在中國的時候 他一直撤退 他沒有所在可以去 但是他也是 當時的同盟國之一 他就跟美國說 不然你台灣給我管 給我託管 因為那時候 美國很多事情 韓戰爆發什麼 很多地方都要打贏 台灣很小 他就想說 好啦 不然給你管 但是條件就是說 你不能跟中國合作 如果你跟中國合作 我就是要拿回來 這是他們當時的一個協議 蔣介石都知道這個 你們會記不 那時候蔣介石 他都請那些軍府出來 他也不說他是總統 就是什麼 一個行政長官而已 就是因為他那時候的角色 接收的時候 他就不是總統 他就不是那個 他是一個行政長官 所以畢作說 那時候 李蔣介石時代 他在跟台灣的時候 他沒有新建設台灣 他那時候沒有說要反攻大陸 要回去 所以他把一些 他的設計都是 他要回去他的設計 本來美國 因為那時候就占領 蔣介石沒有給我們民眾知道 他就那時候 我們小時候沒有美元 美元給我們 那時候有一筆錢 三億美元 這是要重建基金 要給我們 但是畢然他發覺 蔣介石 他沒有真的 把錢和資源 放在人民的身上 所以他不時動條 一直動到現在還在那裡 現在生日式 已經到四百億美元 這條也是要給我們 因為這是要給台灣 台灣本土台灣人 所以你看 台灣的地位很複雜 為這個 證明這方面來說 在那個 台北有一個中山堂 美國那時候去買的時候 他就把他的旗子插起來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注意 你如果住台北 你回去 你去中山堂看 他一定有一支 美國旗那裡 你回去看 那是因為很 改造美國去買的時候 那個軍事佔領 他就插在那裡到現在 你如果有去看到 你就知道說 美國的軍事佔領 是一直都存在 他沒有拿 很多人說 他要拿出聯合國以前 說拿 其實他沒有拿 因為陸海空 譬如他說海域 海域空域 他都有地的 只是說 他不一定要讓你看到人 但是他這個陸海空 都有保護 所以為什麼有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現在在日本 日本有靜衛隊 他們都在配合 因為日本他是戰敗 戰敗 以舊金山和平條約的限制 日本他不可以有軍隊 所以他成立靜衛隊 靜衛隊就像自衛隊這樣 現在美國就是跟我們說 我們要成立黑衡隊 我們的黑衡隊就是 像日本的靜衛隊這樣 這就是保護安全 所以我們的國防外交司法 照理說就是美國在處理 我們剛才有這個黑衡隊 這個黑衡隊就是負責安危而已 比如說警察單位 警察單位的頭 那個督導的性質 所以現在我們在招募這個黑衡隊 第一中隊一百的已經有了 現在過第二中隊也要一百的 所以你們如果有 有年輕的知道的 你可以推薦參加 因為這個黑衡隊 是直屬USMG灌的 我們台灣民政府 上頭這個上司就是USMG 美國軍事政府 下方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TCG 黑衡隊就屬於我們的上司在灌的 所以他們就是直接領美金的 他們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不起來之前他們就要接掌了 所以黑衡隊比較快 現在你們有營 待會那一樓後面看 我們有去一棟宿舍 五百的人可以睡 那就是為了要給他們訓練 現在旁邊又去一間餐廳 那也要給五百的人可以吃飯 定義就是說 我們都已經在設施了 中間你看到地上有的 停機品 那就是將來美國直升機 直接不可以來 譬如說秘書長他們要說事情 他們可以直接來 就是這樣 美國要把我們蓋一個塔 直接就可以飛來飛去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最重要 我們這個地方也有衛星 就是美國直接可以看到我們 所以我們的上課都是全世界看到的 你坐在這裡 你們人在美國他也是看到的 所以我們這都是公開的 因為我們說的是一個屬性 我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雖然說我們台灣很小 美國就跟秘書長說 因為秘書長研究這個國際法 戰爭法很透徹 他被美國看到 他覺得說可以解割全世界 這種佔領地的問題 所以他期望秘書長可以 來成立這個福爾摩殺建國學院 就是說 以後我們這大家 專門在訓練這方面的人才 來解割全世界的這個國際問題 所以我們台灣將來的最重要就是說 這就是我們的儲勞 我們不用用武力 我們就有這個 以後全世界的人都來跟我們請教 說這個娘頭要怎樣 要怎麼處理 這就是最好的一個武器 因為未來戰爭你不用打 經濟還是這種的 這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擁有很多資源就對了 為什麼有這麼的資源呢 因為當時 我們的秘書長去隔美國的時候 他是跟美國隔說 我們台灣的國際地位沒有啦 還知道你沒有保障人權嘛 因為你美國你打贏之後 你占領台灣 你給這個 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來給我們託管 這就併著說 以放置我們的人權 無管嘛 那流氓政府 他不能就地合法 他不能說 你來台灣管 這塊台灣命頭就併著你的嘛 這不行嘛 所以併著說 他不能就地合法 所以現在判決中華民國 他是流氓政府 他也沒有國籍嘛 那時候秘書長去隔美國的時候 他判決也這樣 他說我們台灣人沒有國籍 也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生活在政治煉獄中 所以他們就要求他們的行政單位 來協助我們台灣人 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判2009年 我們判贏之後 他雖然說本案歌字啦 那本案歌字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過開始他們的國務院國防部 國土安全部 中央情報局 司法部 都要同來協調 我們這個台灣 這個國際地位 要怎麼走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進行事嘛 從去年 二月 我們開始上課 受訓一直到現在 我們就是在 這條路要走出來 這條路 秘書長是說 差不多要完成了嘛 因為我們到年底 我們有60個人 申請海外護照 如果拿出來 大家就可以申請了 這個海外護照跟我們的新聞情 什麼區別呢 因為我們現在算在美國線 所以我們是算在美國境外的國民 我們不是公民 所以我們不能投票 在美國我們不能投票 夏威夷 他是美國最後一週 51週嘛 為什麼我們不能成為最後一週呢 因為美國在那個 夏威夷成立最後一週的時候 他的憲法有規定 美國從此不能再有別的週 他如果在國外占領 也不能成為一週啦 這是他的憲法的規定 所以他在國外占領地 他要有這個管理的義務 要怎麼把這個國家 把福島 給他援助起來就對了 就像現在的那個 波多里哥這樣 波多里哥他也是在那裡占領嘛 他也是要幫助 他的國防外交也要靠他 靠美國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 給他占領也是要這樣 因為我們67年來 都是 都是讓人這個人權受障礙嘛 他要補償這個 因為美國 他說本來對我們台灣這個問題 要創一百年 他不需要解決 所以過去有簽這個什麼 台灣關係法啦 一些小條約啦 波次坦宣言 開羅宣言 台北合約什麼 他這都是他 跟台灣民國流行政府 一個模糊焦點啦 因為怎麼說呢 他要創一百年嘛 你一百年 自然要自圓其說嘛 說一些事情 但是他沒想到說 阿秘書長去告 告贏 美國這個國家 是一個法治國家啦 你如果去告 他不可能說隱藏事實嘛 他一定要一關一關一直套下去 套到買的時候 他們無話可說啊 所以就是這樣贏嘛 所以他要履行這個任務啊 所以不然 他會出來幫忙案 這是一關 另外一個理由就是說 當初是美國跟這個親愛媳婦 他們有一個契約 他說你台灣不能跟中國合作 但是你現在這幾年 看起來 台灣就是在走中國的路線嘛 請EKFA啦 WTO啦 一些內容 都跟經濟有關的啦 他們經濟炸的合作嘛 所以美國 這一點就是忌諱啦 美國最忌諱 你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你跟中國合作 這就都不用說啦 我們就是另外一個原因 又加上這條 所以美國一定要處理啦 他沒有處理不行 所以我們台灣人 就是不知道這個歷史 怎麼走 都說會 為什麼我們不能加入聯合國 因為我們就不是一個國家嘛 你像說 阿扁那時候在說 他說要獨立 也沒辦法獨立就是說 這個前置的條件 他都沒有搞清楚啦 這就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那時候 中華民國來關台灣的時候 他是算中華民國流行政府嘛 在台灣嘛 他那時候的娘頭算什麼呢 因為他算中國人 所以他叫做金門馬祖 他的娘頭在金門馬祖 台灣只是給他托管而已 不算他的 還要就是說 在1979年1月1號之後 美國跟中華民國簽一個台灣關係法廟 比這個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他以前是流行 後來變成托管啦 變成台灣管理當局啦 所以中華民國 他現在的角色 變成台灣管理當局 台灣管理當局 他的娘頭的範圍在裡面 就是台灣朋友附近的這個獵島 他是托管而已 所以他現在跟美國發生這個衝突 他跟中國合作嘛 所以美國要托管回來就是 台灣澎湖附近獵島36個嘛 這是根據後面這個關係法來的嘛 如果這關如果改割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到 舊金山和平條約 我們要走的 因為這條條約比較大 就是我們跟日本 平常簽的這個 因為他們那時候為什麼簽這個呢 因為美國他知道說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但是他如果沒有簽這個 他怕說日本天皇 以後又強大要怎麼辦 所以他才把日本天皇的權利 縮小 他就說你們要成立一個日本政府 他們日本政府未來憲法改啦 比做和平憲法嘛 他們和平憲法的領土 剛才那四周而已 現在日本這個 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 這是他們目前的領土的範圍 但是他們之前 大日本帝國的範圍 除了這以外 還包括北方的主島 還有台灣 澎湖 琉球 列島 這叫做大日本帝國啦 他的舊憲法是這樣 但是他現在美國跟日本改這個新憲法 他的領土比世了對不對 比這條而已 日本人他們也是很無可奈何 像他們全幾邊都有來這裡研討嘛 他們也在說他們也無可奈何 因為戰敗嘛 戰敗你沒辦法 你美國跟日本這個憲法改造這樣 他們也沒辦法了 所以最近為什麼說他們要修憲 希望回到舊憲法 恢復這個 當時他們的大日本帝國的範圍 這樣他跟我們台灣 又有法度改割所有的問題 他如果改割我們台灣的問題 他日本本身 我們北方那裡的主導 一些就可以解決 琉球也可以解決 所以現在是 日本偏偏比較急 因為我們是解決台灣而已 他可以解決很多 很多地 所以他一定要跟我們合作 秘書長就跟他們承諾 如果你要先幫助我們台灣先起來 你這些事情我幫你付席 秘書長就說這樣 他也是跟美國有在說這個事情 美國說對 路線就是要這樣套 台灣先套 因為那時候 舊心山和平條約 反正日本帝國 你不能管理 那時候日本帝國有授權 我們台灣的總督府 你可以管 像釣魚台 就是我們可以管 釣魚台屬於宜蘭那裡的 這個新南群島就是 高雄州那時候在管的嘛 所以他就說 你要先解決台灣這個問題 現在大家在插釣魚台是誰的 之前在日本 他們的首相就已經說 釣魚台是他們 日本既有的領土 結果中國不服就在那裡插 美國的國務親戚 那裡就說 你如果要插釣魚就要撿魚 拿出來 但是中共 每天都插 但是都沒有撿魚 都是插而已 所以你如果要看新聞 你一定要看國際台 譬如說你的電視 有外國新聞的 那你給它看 你不能剛才看 台灣的新聞 那個報索 你不能剛才看台灣的報索 因為台灣的報索 很奇怪 你外國都插英語 對不對 但是他翻作中文的時候 他不一定照這樣插 人家外國說台灣 他就要插中華民國 因為台灣跟中華民國 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一般的民眾 搞不清楚 像我們現在免簽 免簽他插中華民國 怎樣怎樣對不對 要讓中華民國免簽 其實這是美國想出來的辦法 他在幫助案 就是說 好 你中華民國 你來簽 簽這個免簽 但是他規定說 你的護照要有晶片 你的身分證也要有晶片 但是他現在中華民國都沒有了 所以你去上網去核准之後 你的資料都不符合 你也是不會通過 所以你們要看新聞就是要這樣看 前後矛盾也是不會通過 最後美國會跟他說 台灣民政府現在就在發行我們的身分證 你們就要簽這個 才可以通過 所以你們大家要知道 跟幾個月你就知道 跟年底你就知道 這個變化就會出來 因為美國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做得很好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說 新聞證比較慢 太慢了 因為伊拉克他們那時候 要換這個新聞證的時候 他們兩個月就幾六百萬了 幾六百萬的人換 但是我們台灣人 今年開始換 都沒有到幾六十萬都沒有 所以美國就說奇怪 這麼好的條件 你們台灣人怎麼不要換 因為他開出很好的條件 他說你現在如果五萬分 只來申請的人 第一 你如果沒有六十五歲之後 你的養老金要一千二美金 你國外也沒那麼好 國外他們有分 所以現在加上美國、日本 對,七百萬而已 但是這裡就簽二了 所以現在加上美國、日本的發酵 回來簽 因為這條件很好 第二就是說 你的孩子 你如果從小到小到小到小便錢 政府幫你補助 這也是很好的 第三條就是說 你們家的孩子 如果母子十八歲之後 政府沒條件送他一棟房子 就是要鼓勵他獨立 一個人幾乎兩棟而已 幾乎 你如果生四月五月 幾乎也兩棟 這就是說 因為將來台灣民政府很有錢 但是這個錢要放在人民的身上 就是這樣拔 還有第四條就是說 如果我們正式執掌政權之後 你都要不換新聞權 美國要幫你出發 就是你告訴我 四十萬的新代表 換一塊的增台幣 告訴我們的鈔票能換嗎 換這增台幣 你就變成一塊 所以有一個人他不相信 他就要承受這個負擔 所以我覺得說 美國說你們很公平 你把錢拿起來放的也會怎樣 因為他是怎麼要要要求 換這個新聞權 他說你的人民 如果沒有台灣政府的新聞權 我美國軍事政府去拜 我要援助你 因為我的舊金山和平條是下公 我要幫助奔土台灣人 但是你的新聞權不是 你是什麼中華民國的國民 所以不符合條件 所以美國他是 尋找這個法理在怕 所以你不換 他就是沒辦法做你了 不然 很簡單 如果他要做 他就進來要怎樣怎樣 對嗎 但是他為什麼沒辦法 因為他要跟著法理 我們個贏是跟著法理在改割的 所以他現在的處理 他有很多人說美國軍事政府不要進來 就說怎樣怎樣 他不行 因為他當初期跟中華民國簽很多合約 那裡有一些模糊焦點 他要去套 套套的台灣關係法套了 非法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進來 跟他接下去 我是幫助奔土台灣人 你新聞權緊握 他不只能一關一關接下去 像我們現在 你們知道嗎 我們的新聞部已經撤掉了 這 我們現在的交接叫做無縫接軌 他怎樣撤掉你們都不知道 就是那個中華民國流氓政府跟美國軍事政府他們去說 說了這關接過 美國軍事政府接給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用這樣接的 所以我們跟中華民國的流氓政府不直接 不直接對談就對了 新聞局已經去掉了 現在再來要努力的是海關 我們海關的人員也都排起來了 還有這個法規也都討論好了 現在就是在來往當中 這個來往當中如果好 海關就是第二的 海關裡面分很多種 有移民署、檢疫、情報 種種有很多種 海關之後 接著我們現在有一個任務 就是我們的牌照 我們跟美國說 要發行這個汽車的牌照跟機車的牌照 如果這如果有成功 你不用繳稅了 燃料費、什麼稅都不用繳 只要付那種公本費而已 這是怎樣要這樣 這叫做也是無縫接軌的一種 我先把你們的車牌照換掉 你後面有搭USMG 這個中華民國不能管 你也不能徵稅 所以他美國的做法就是一步一步來 要申請這些牌照的 一定要有台灣公民身分證 你如果沒有換不可以申請 現在想要發什麼呢 汽車三千張 機車五千張 這就一定要換新聞前的人 這就是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要起來以前 我們有這個措施 這個牌照 將來是一個很好的紀念價值 因為他的設計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擁有你這個 自製之前 可以拿到這個牌照 將來這個價值很高 就是這樣 這不能夠價錢 反正他就是很重要 你要請不請你就要有新聞證 這是重點 但是一個人 這台車是你的名字 你可以申請 機車你的名字可以申請 所以一個人 你就是可以各一台 你不能說 我們哪有三台車 我的名字都申請 不行 你的名字都可以用一個而已 譬如說你們家 大家都申請新聞證 他們就可以不一樣的 這 要用這個車 為什麼要用這個車牌呢 就是要讓你們開出來 讓民眾大家看 現在車牌才能換成這個 對啊 你民眾不太知道 因為我們報紙出這麼多便 有的人又沒看到 現在就是用車 車牌 讓大家知道你開出來 而且這個車牌 中華民國政府不能管 這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你看看 這個牌有重要嗎 你就慢慢在脫離那個關係 所以很多人不相信就是說 你不知道這個無縫接軌 他用的方法是什麼 他就是一點一點來 你會覺得很合理 現在換這換那換那 換那 換到最後就換了 對不對 我們就是做這個方法 所以他沒有戰爭 他不用用武力 所以有的人不知道民眾說 哪有可能中國會打過來 怎樣 我告訴你 你如果有注意國際消息 你才知道 美國跟中國都學生好了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要撤退的時候 他的人 他如果在台灣 還不需要換新聞證 他沒有居留證 你一定要去金門媽祖 現在福建省有一個平南區 這也是要讓他們住 這三個 就是要收留 你台灣的中華民國 流行政府的難民 你如果不相信 你坐飛機去看 金門媽祖跟這個平南區 你現在可以去看 你會看到 那麼多我們現在台灣高官的 第二代 都在那裡卡位 你會可以去看 就比較快去那裡 看要做什麼做什麼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一定要去嘛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那裡卡位了 再來 台北的故宮 一些古董 你會可以去故宮看 看港還有那些東西 對啊 他們就一直在看嘛 你要想看看 他如果不知道說他要走 他才要看 種種跡象很多 對啊 現在政府他們很多措施 讓你覺得他們還存在 他現在什麼都市計畫建設 什麼建設 都 你 你用這個建設 你一定要花錢 對不對 他們就是現在在用這樣 對啊 對 他們就是要撈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人民是在承受他們 他價格越多 當然就是 我們 為我們的心想抽去的嘛 不然為什麼 健保費越來越高 勞保也一樣 對 公司公司行號 還有一個 勞保的 退休金 還要省收 那個 那都一直在提高 現在來說 他們是三個月 四個月就改一遍了 不用等到一年 你像說 你如果一個小公司 本來 他的健保費 如果一間公司是 三四千塊 現在差不多蓋到八九千塊 蓋了很多 所以你就知道說 他們現在是利用 銀行 各個單位 增加那個名目 要怎麼來扣這些錢 他都會給你一個理由 現在是要怎樣怎樣 掏空 所以美國不知道說速度要快 我們現在就是說 大家都做得好 像這個新聞情 速度要給出來 他說按來說 你如果要證明你是 本土台灣人 你就是 三十四年 九月二和以前 就在台灣大 跟他的後代 都算這個本土台灣人 三十四年就是1945年 反正你幾年 你就是加上1911 那你就對了 這都算這個本土台灣人 譬如說 好啦你不是 你是六十年生 所以你就要再申請你的伯母 你一定要往上申請 他有達到 他是本土台灣人 那個條件 譬如說你的伯母 如果沒有 你就阿公阿嬤 一直搶去就行 但是你要包括怎樣 譬如說你的伯母沒有 你又起床的時候 你就爸爸的 爸爸媽媽媽 媽媽的爸爸媽媽都會 兩方面都會 因為你的血統的關係 他要查出說 你有討好嗎 所以這就是本土台灣人 如果說你如果不是本土台灣人 有可能你跟外國人結婚 因為我們目前台灣人沒有國政 所以你跟外國人結婚 你就會變成他那個國家的國政 譬如說你跟外國人 你變成外國人 現在是這樣 你帶菲律賓的 你變成菲律賓人 你帶中國的 你變成中國人 現在是這樣 但是他有一個補救辦法 就是說 你完全執政後 你新聞政先換 你完全執政後 兩年要給你結婚 所以你就要現在更換 到時候你才能更緊接 所以你鼓勵那種 他不是純的這個本土台灣人 先穿 你先排隊 跟你這個完全執政後 六年後要給你結婚 但是你不能犯罪 沒有 沒有也一樣 只要他是符合這個條件 都可以結婚 譬如說醫院藍藍藍 他先請請 居留證 現在完全執政後 六年後也要給你結婚 都一樣 不是現在這是怎麼說 這是有分別 到時的福利也不一樣 因為你 我們67年來 生活在政治煉獄中 所以美國對我們的補償 是不一樣 跟你的身分來分 為什麼現在身分要分到那麼清楚 就是說 到時你的福利是不一樣 我跟你講 美國這個國家是這樣 他如果跟你說 我赤字很多 他是在說 他的經濟層面 市場的經濟層面 但是他的國防都很多錢 他整個國家 百分之八九十 那個經濟 是要放在國防的 他現在美國跟我們的關係 是國防最重要 所以國防這邊都很有錢 他在說的是 美國這個市場 這個赤字啦 經濟啦 什麼 那個受影響 那是在說的 但是整體來講 為什麼美國要把 中國作錢 他是跟他說 他沒有錢 所以要他作 對不對 其實這是美國的一個手段 他一直把他作錢 代表美國沒有錢 你知道嗎 對啊 你看美國那麼強大 美國的武力 對啊 他可以自己印鈔票 你看美國那時候 很早以前 是四十塊換台灣一塊 對不對 你看 降十個下來 這就是說 你如果一直贏 一直贏 當然他就降下來 他現在跟中國作錢 其實不是他沒有錢 他兼工 他兼工 兼工要兼工 現在他如果 發行國債 他會叫中國買 你如果不買 他說我要再買 他就是那個平衡 要讓他差距很大 讓中國永遠追不上 其實中國已經知道了 他 他的金錢已經給他透露了 他知道 所以現在釣魚台事件 新南群島信件 他為什麼不敢發動戰爭 他如果打起來 一定輸 那輸 美國會說條件就是錢賣性 所以就再一條出來 那現在萬一說好 中國你贏 他也是輸 你贏 他贏 大家要說好 釣魚台是什麼 根據國際法 戰爭法 這個就今我們和平條約 什麼條約 他一卡出來 他就是寫 那是日本的 所以他不是輸 他打贏也是輸 也不是他的 他也知道 所以 中華民國政府也知道 但是他不會跟我們說 所以怎麼說 最近中國就 又發一個新聞 就是說 我們要用和平來解決 我們附近周邊群島的問題 他自己說的 和平解決 譬如是他不怕 所以 中國現在派很多人來研究這個問題 他們去年也派兩個來這裡找秘書長 日本兩個來 美國兩個來 他們都在說這個事情 台灣地獄關係 他們三個 尤其是中國 現場的承認說 好 台灣不是他的 台灣 所以他對我在說的時候 他說台灣是他的利益核心而已 他現在不說是他的 但是你如果在那 報章雜誌 或是在什麼人說什麼 那都不算 你一定要是官方發言的 那開始算 所以民間 我們黑白公來說的那都沒辦法算 所以你們要了解 中國不是改強 他今天如果改強 民政府 這幾年來 在這裡所有的活動 都沒有受到干擾 他也不敢 這如果是他的 他就來消滅 對不對 為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我們 台灣民政府 開始到現在 都也沒辦法 只是我們的速度比較慢而已 也都沒收到什麼 我們新聞情 早就請出來 也沒辦法 還有我們家 那些機子都給他炒起來 炒 他也沒辦法 尤其那些警察 在頭前走過 他是這樣看而已 他也沒辦法 還有我們的宣傳車出來 說的 什麼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什麼什麼都跟他講得很清楚 跟天南的警察局頭前說 他也沒辦法 這就是很好的證明 他也還要去 他也還要去 你去買票 你去各單位申請 除了新聞情的時 你都帶我們這張去 他絕對讓你申請 也沒辦法 這時我們都說過了 又再來 他現在新聞情如果出來 我建議你去出國 或是請問 你要去美國好 對一國都好 你的新的負責還沒下來對不對 你就先拿中華民國護照 拿我們的身份證 做位去請 我告訴你 他不會問你什麼 就幫你簽下去了 這你要去查 因為不知道他現在對 限制出境的人怎麼樣 那一般的人都沒關係 如果你說付款都換 他就沒辦法在那裡了 你如果限制出境對不對 但是你的付款都換 新聞錢都換 他就沒辦法了 你說經濟方面的 你可以去查 你如果可以過 你最好 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說 新聞錢出來之後 我們跟中國去平安 算國外 你去那就是國外 所以你就是要怎麼換這個護照 你不可以剛才拿新聞錢去而已 因為我們家是國外 那不是中國人 當然你如果拿中華民國 你可以去 你就表示你是中國人 那你如果拿我們台灣民政府的新聞錢 你就不是中國人 那不一樣 我是希望你怎麼 搶出來之後都去刺 因為你刺會通的時候 你就很敢跟人家說 對呀 總有信心 因為我們家過的人都知道 再來我們裡面也有這麼多 他現在開車 或是摩托車 就超速違規 現在檢查他把他帶下來對不對 他一定要看新聞錢 拿給他看 他看到我們這張TCG 他就說 看一看 他說你沒有百張 他說沒有 我只有這張而已 後來不了了之說 好啦好啦好啦 你走啦 連到處罰也沒有 本來是違規要開法庭嘛 都會不開 我不是叫你怎麼做 我是說 有人這樣 因為他就 他不是故意要違規 就沒辦法 抓到就對了 抓到他情急之下說 不然這張拿出來 他是跟我們台灣民政府那張拿出來 他是要試試看的 結果就是過嘛 那是怎麼過的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有一個警察單位 我們的宣傳車在走的時候 我們都調整去 聽到那個警察局的頭前 聽到差不多有講一分鐘的話 他們的人本來在外面都走走進去 他也沒有跟你管 他們都走進去就對了 他也沒有要問你 就是這樣 這是已經幾六個月了 因為我們高雄州 南部宣傳車一直走一直走嘛 他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知道 他的警察單位都知道 因為高階都知道嘛 你像一些新單位高階也知道嘛 不然為什麼你拿這張新聞前去 他也沒有要問你 像你拿他買票 他也沒有要問你 他就 你超過六十五歲 他也是給你辦這 你去高鐵是誰清楚啊 我們很多人坐高鐵 然後就開一張給他嘛 那也是辦這 他都沒有要問你喔 他沒有要問你 表示他知道嘛 這就是說 現在怎麼說呢 你要將心比心 如果你如果是他 你怎麼做 對啊 你現在是公務人員嘛 你在那裡上班嘛 你到底是要相信還是不相信 當然我們裡面有很多公務人員 也有來申請案的 但是 會記得申請案的 他也有十八%嘛 他現在還在上班喔 為什麼他不會怕 因為你如果了解我們的法理後 他基本不敢對你怎麼啦 那是你假想的啦 你怕說他會怎麼樣怎麼樣對不對 其實那是假想 他們裡面很多十八%啊 他們怎麼會怎麼樣 這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 在小孩的時候 我們上一代也一樣 那個流氓政府 他都用一種壓炸的手段 叫我們就要怎麼樣 像我們讀小學要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頭腦被訓練成 沒有自己的思想 就是你叫我做怎麼樣我就做怎麼樣 那你如果說我這不能做我就不敢做 大部分都會變成 所以我們台灣人的孩子比較不獨立 就是都這樣嘛 那現在有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獨立的時候 我們就要先改變我們的個性 就是說 你要勇於有自己的思想 那你要判斷這個事情是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說我一定要聽誰的說 我一定要賞同意 譬如說現在很多家庭都怎麼樣 那孩子 你問他說 你要吃麵包比較好 還是要吃麵還是要吃飯 他說青菜啦 不然就說 看媽媽說要吃什麼 看誰要吃什麼我也這樣 他不會說我教他吃什麼 你跟外國的孩子閉起來就是 台灣的孩子比較乖 但是你比較乖 你就變成說 努力的那種心態嘛 人管理 還叫你怎麼樣 你就是怎麼樣 你就比較不會有創造力 現在一個國家他要逛 他就是說你要有民主的特色 像我們台灣人 你敢說出來說我們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一看 我們台灣人其實不知道要用什麼來代表 對不對 他說貪污啦 對啊 你看看 我們在說什麼事情 大家人都會想到說 這也能賺多少錢 都跟錢有關係 講來講去就是跟錢 這就標示說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生活 教育 所訓練出來就是這樣 對 無靈魂 大家 所以你們會覺得說 有的人賺這麼多錢 但是他也不快樂 因為為了賺這些錢 他不知道犧牲多少 對 對 對啊 是啊 因為你賺10塊 你不可能都用10塊 一個人吃沒那麼多 對 是啊 所以 我們現在就要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 不要都賺錢而已 因為如果你如果全神貫注在這個賺錢 你也是要用錢來開 譬如你身體不好 你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你也是要用這個錢來開 所以我覺得平均就好 不要把我們的生活都在錢那裡 這樣你的一生才會快樂 不然 你注意看 歐洲的國家 美洲 亞洲 非洲 你看看這些不同人種 他們的生活怎麼樣 對啊 你這種國家 像台灣人為什麼那麼勤勉 24點鐘都在賺錢 你看7000也開了 成品資料也開了 很多行業24小時在開 你賺這些錢 你把一些人拔晚間上班 晚間上班對身體是很不好 變成夜間主 你變成說你一個國家 24點鐘都在做工作 這個國家會準腐敗 因為你晚間賺錢的人 他去世一定要睡 太勞累了 但是你去睡覺 他也補不來 因為人 你的營晚 1點到1點的時候 安甘的發射 毒素比較多 你那個時間 又不需要休息 你的身體會越來越壞 所以為什麼 你比較先進的國家 他們營晚 霸費公司 差不多6點就關了 餐廳 有的到8點就關了 他們營晚就是不做那麼久 因為他已經營晚了 所以秘書長就跟我們說 未來我們台灣很有錢 他希望把錢放在我們人民的身上 對不對 你們就不會去做工作做那麼久 也不用營晚到那麼久 但是 今天是1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後代 會充裕 物資會充裕 我們補助很多 最怕就是說 會比分大 我全去賣做 我1個月3、4萬兩兩 我就全去賣做 最怕是那些而已 所以現在 秘書長是怎麼說 我們的教育整個要改 我們中華民國這堂都沒有了 我們就是要採用先進國家的制度 所以未來我們的民間的語言 就是台語文 我們官方對外的就是英文跟日文 所以現在的孩子 一定都英文、日文愛的效 這是將來 你像新加坡他是這樣 所以他就是培養一個世界觀 他世界貿易中心 所以他新加坡現在很小 但是他的經濟指數很好 還有他們官方的薪水很高 因為如果官方薪水很高 你是不是不會貪污 所以秘書長就跟我們說 將來我們的法律兩條 貪污、槍斃、犯罪、鞭刑 這兩條就好了 因為我們的法庭是美國軍事政府在管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管理下 他就是這樣,他沒有選舉 他簡單的法律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台灣法律 百多條、那麼多條 你也沒辦法遵守 所以他說不用兩條就好了 也不用審判太久 你就已經貪污有證據 就是槍斃 我也不用再跟你查說 你貪污多少錢 反正有證據你是貪污 那就是槍斃 不用再去審判 這是不用審判的 你知道你如果犯罪 鞭刑也不用審判的 你有看過電視 在新加坡在變身 那屁股都敲開 那你如果打過的 真的很辛苦 可能會死 我是融合在講 台語文 這是民間的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的議員 我們想說香港 他說廣東話對不對 民間是說廣東話 他官方是英文 這樣說的是這個 那是在說現在在申請身份證 你現在 不是 我跟你講 我講的 台語文就是 我們 台灣民政府 正式執掌政權之後 現在你要 申請身份證 你是不是要這麼喊 不然你現在 台語文 沒有文字了 你要怎麼審 台語文的文字 所以你現在 還沒起來以前 你就是要審中文 你的身份證 現在在審是中文 你申請也是中文 但是 那申請書裡面 有一個中文 有一個英文 你的英文 你可以自己編 譬如說你是叫做 王大同 你的英文 要怎麼發音 你可以自己編 你不用 念出來是王大同 不用這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你 你要把他還做 台語文 好 要把他還做什麼文 都好 就像說 那個高砂族 他們那時候 都有他們的名 對不對 他現在 中華民國政府 都幫他審這個中文 譬如說 是原住民的名 你的英文 要怎麼拼 他們也可以審他們 就是說 現在 開放給你一個 完全新的身份 你現在 旧的中華民國 這個身份證 你如果審王大同 你的新的 不一定要審 因為你要改 你有權力改 你就是負我們 負籍成本出來 證明說 我是王大同 我要改什麼 這樣就好了 你剛才講 我們 我們的法院 對 但是 這裡的那個法案裡面 那這裡是 國務院 參議院 臺灣司法院 我跟你 我跟你講 我不是說 我們沒有法院 我是說我們的 國防部 外交 司法 完全歸美國軍事政府管 我們 臺灣民政府 不用去成立 他們 這個單位 都是他們 來跟我們 配合起來 我告訴你 我們 我們現在有警察單位 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訓練 黑熊隊 黑熊隊就是 未來警察 單位上面的督導 相當現在的警政署 他們 只要這個警察單位 證明 你貪污 就是那個槍斃了 不用送到法院去了 我們要簡化這個法律 當然我們會承報 你的程序就是承報 執行是你這個單位 你不是送給他執行 是你比如說 好他住在桃園 那就有桃園的這個警察單位 這邊來判斷 他可以 然後他就承報 承報上去 那你就在桃園執行 他不用寫到那樣 因為 因為那個公民權利法案 他不可能寫這個細節給你看 他只要大綱就好 但是我講的是細節 但是你們現在不用探討到那裡 你們就是知道大綱這樣就好了 為什麼美國跟我們講 法律簡單兩條就好 你看現在全世界法律越多都是落後國家 你是要做還是要做 你越少越好解決事情越好 不然你像現在台灣的法律 欸 送審還可以一審兩審三審好幾審 最後沒有罪 對 你就變成這樣 所以我是建議說法律越簡單越好 你回去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簡單的事重複的做 你就是專家 你把他想這個道理 像美公七條法律而已 他很簡單 他不要很多 你如果落後國家都百多條 幾六條 三百多條 那就不好 他就是說你人沒辦法管 人還要用文字來管 文字你又 你當事者又可以解讀 你又可以把它解讀不同的 他算不不好 你如果越簡單你就沒辦法解讀 你就是這樣 槍斃就是槍斃 你沒辦法說槍斃 再解釋沒有槍斃 對不對 就是很簡單 所以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到這裡 如果有三問題 我們下課後可以討論 好 謝謝 吃起立 走 老闆吃飯